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科技微报 我是龙二 感冒几天 今天终于回来了 回归正题 按照推测 魅族16预计会在8月8日正式发布 魅族官方也是早早的开始了预热 从7月23日的短信开始 到7月24日的第一个快递 让等7月26日的快递 本以为7月26日就该公布结果了 万万没想到又让等7月30日的快递 比较有意思的是 7月26日的快递中 魅族寄出了一瓶海飞丝洗发水 同时配文刘海距无纵 性能更出众 整体也是在暗示 魅族16系列新机将采用无刘海的全面屏 性能也是非常的强悍 从最新的消息来看 魅族16将采用一块6英寸的18B9AMNET显示屏 分辨率为2160x1080 而这块显示屏黄章表示 是专门从三星定制的最新技术屏幕 显示效果值得期待 而在配置方面 魅族16将搭载骁龙845处理器 前置2000万后置 1200万加2000万像素双摄 魅族16将配备3100Hg电池16plus 则是3640Hg 而且二者均会提供8GB内存的版本 当然了 其中还会有一款搭载骁龙720处理器的配置可选 而且它们都将支持屏下指纹识别技术 想想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不知道魅族这一次是否可以凭借着 魅族16来个逆风翻盘 大家看吧 苹果和三星可以说是一对欢喜冤家了 谁也离不开谁 当然谁也不待见谁 现在三星更是连发三条广告片来嘲讽iPhoneX 其中一条是吐槽iPhoneX的刘海 画面中更是出现了一家三口 全部剪了齐刘海的造型 用以嘲笑果分不仅要适应还要去跟随 看的人也是满脸的尴尬 另外两条则是分别嘲笑iPhoneX不支持内存卡扩展 以及不支持分屏多任务 目前全球大多数地区高端手机市场 基本被苹果和三星所占领 所以这类互怼的广告也是时常发生的事 那各位小伙伴你是占三星呢 还是占苹果呢 说到三星虽然在广告上怼苹果怼得很开心 但今年发布的S9在销量上的表现 却并不是很让人满意 于是三星正计划提前发布Note9来刺激一下 可就目前曝光的消息来看 Note9相较于Note8的提升幅度并不大 现在有最新消息显示 对于三星来说 明年上半年即将发布的Galaxy S10系列才是重头戏 消息显三星计划在Galaxy S10系列旗舰上 配备超声波屏幕指纹技术 此举的目的主要是与苹果使用的FaceID 和国产手机厂商使用的光学屏幕指纹 拉开体验上的差距 消息还显示S10一共有三个版本 其中5.8英寸版使用传统背部指纹识别 6.1英寸和6.4英寸版则会用上超声波屏幕指纹识别技术 那么大家觉得三星跟iPhone的差距 真的只是在指纹识别上吗 用上超声波指纹识别之后 你是否会选择Galaxy S10呢 关于拼多多用的人很多 骂的人也不少 但无论外界怎么质疑 7月26日拼多多还是在美国纳斯达克正式挂牌上市了 今天从纳斯达克收盘的价格来看 拼多多上市首日收盘价格为26.8美元每股 相较于昨日上市发行价上涨了41.05% 按照收盘价格计算拼多多市值已经达到了305.3亿美元 势头可谓是非常的凶猛 当然了有好消息也有一些不太好的消息 今日网上频频爆出拼多多售卖山寨货的新闻 那么问题就来了 这些29元的电饭包 50元的电风扇 160块的平板电脑等产品到底去了哪呢 于是有网友在买家秀中找到了答案 更神奇的是 这些产品都还统一支持乡镇物流点期货 当然了还有网友晒出自己花2960元 买到的65英寸4K版小米新品电视 估计看到这logo 大家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在购物时擦亮双眼 以免上当受骗啊 还记得此前大象手机 Elephant推出过的各种奇葩手机吗 把三星S8小米MIX 这些热门机型模仿的唯妙唯笑的 现在Elephant再放大招 而这一次中招的就是刚刚发布不久的Vivo NEX 我们看到大象这款新机 顶部采用了升降式的摄像头 最可怕的是 升上来的摄像头还比Vivo NEX多了一颗 背部的设计也是与Vivo NEX如出一辙 在平占比方面 官方宣称可以达到95% 当然我是一点都不相信的 至于具体的配置参数目前还不得而知 但据说规格还是很高的 同时还支持了无线充电功能 那么对于这样一款手机 你愿意花多少钱去买呢 共享单车发展至今已经逐渐趋成熟 现在已经到了该规范行业的时候了 于是有消息证摩拜单车最近向全国用户发布了摩拜单车城市运营范围上线公告 公告中明确指出摩拜单车已经上线了城市运营电子围栏 用户可以在电子围栏中骑行停车 但如果停放在运营范围外或者进停区域超过一次 摩拜会自动从账户余额中扣取车辆5元的为停管理费用 缴纳费用后如在24小时内将车辆骑回运营区域内 系统会将该费用返还 在骑行过程中用户如果骑出规定区域会收到短信和APP的推送提示 超出一定次数也会被要求缴纳车辆管理费用 而在另一边OFO也推出了类似的功能 所以小编再次也要提醒大家规范用车行为以免不必要的麻烦哦 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撒码关注微久的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更新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